Hello,大家好,我是花,今天讲的是1681题,minimum incompatibility 那么这条题目的话可以reduce到这个tsp,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那么也可以,就可以通过使用这个动态规划和计划递规 把这个时间发度从n阶层降低到2的n次方 那么如果没有看过tsp相关的这样一个题目的话可以找一下 那么我会把一些题号列在这个描述区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再回来看这条题目的话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 那小铃铛时间还是不要忘记关注我频道订阅之后 打开小铃铛接收到我最近通知,每天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那么看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是给你一个整形数组numbers,然后有一个整形k 那么让你去把这些数均分的划分成k组 每组的话有相同的大小 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在同一个组内 不能有两个数字相同 那么然后它定义了这个incompatibility就是一个score 那么的话定义成每组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然后的话让你去把这些数划分成k组 让你去返回所有的每一个组的每一个subset 它的最大值减最要值的核是多少 如果不存在这种划分的话返回-1 那么看几个例子 1,2,1,4那么最优化分的话是划分成1,2和1,4 那么这个最大值减最要值的核的话分别是2-1加上4-1的话等于4 如果你划分成1,1,2,4的话 那么这是不合法的 因为两个数相同这种是不合法的 两个数相同的话 它的incompatibility的话就是0 但是它是相同就不合法 那么再看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6,3,8,1,3,1,2,2比较复杂 那么划分成4组 那么最优的划分的话是12,23,68,13 那么最后的核是6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5,3,3,6,3,3 划分成3组 那么你会发现3的数量会非常多 就是每一组的话至少有一个3 就是至少有两个3会在同一组 所以说不可能 那么你这种情况的话就返回-1 那么题目还是相当比较明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规模 数据规模比较小 那么k和这个数组的长度小约16 这就是个提示告诉你 这个算法的时间效度 一定是2的n字方有关系 然后长度的话一定是可以被k整出 那么一定是k的倍数 另外的话这个数字也很小 这个数字我觉得其实无所谓 那么给的小的话 就是会出现一种重复的元素 可能会比较多的情况 那么数字范围是1到这个numbers.length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 其实无所谓 这个值的取值范围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那么拿到这种题目的话 第一种想法的话 就是使用soso来做 我们假设每一组的size的话 是n除k等于m 那么我们可以soso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取第一组的话 我们可以在n个元素里取m个 那么取完第一组之后 第二组的话 我只剩下n-m个元素 那么我再去取m个 那么一直可以连成 那么成到最后的话是cm取m m个元素重取m个 那么可以把它表达写出来 你会发现它很多项都可以约掉 那么最后的话 可以把它化简成n的阶层 除上是m的阶层的k次方 那么你有k项 然后每一项的话 下面是m的阶层 那么最上面的话 这一项的话就是n的阶层 你会发现它最少是被n的阶层 给bound住的 然后下面的话会有一个m阶层的k次方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那么假设n等于16 是个比较坏的情况 然后k等于4 最大值16 然后k等于4 m等于4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有6000多万 但是如果说你的k比较多 你分组越多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时间发动是越高的 k等于8 然后每组的话就两个元素 那么你选择更多 大概有几十亿几百亿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很容易超时 但我看到好像有些同学可以 也是可以通过搜索 然后加些简直也能过 那么这种理论上时间发度这么高的 这样一个方法的话 我们就不推荐 就不去展开了 大家如果想做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这是使用搜索的方式 那么第二种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从permutation转到combination 首先我们很明确 它是一个permutation就是排列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全部重新排列一下 那么根据排列的顺序 那么我把第1 2 3 4 比如说我们是每组取四个数 我们根据1 2 3 4的话 就是取第一组 2 4 5 6 7 8的话就第二组 依次类推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index 来确定它的组的顺序 然后分组就有了 然后对每个分组的话 我可以去求它的最大值点最小值 然后求要合 那么这个时间发动的话 是n的阶层 n的阶层乘n 我们可以在这么多时间情况下 去尝试所有的排列 对每个排列的话 我去计算一下它的这个核 然后找一个最小值 那么如果我直接这种作用的话 肯定是超时的 因为这个16阶层 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 那么如果说我已经有了一个 对于一个给定的这个集合 比如说我这边画的绿色的部分 对于这个集合 它里面的数字 假设说我已经知道了最右解 那么它具体是什么样的顺序产生的 其实并没有关系 并没有关系 比如说12345678901112 那么这些数字 以这样的顺序排列 那么我如果说我取另外一个排列 然后去另外排列 比如说41327586111290 那么首先它的分组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分组没有变化的话 那么它每个组里面的最大值减最要值 是确定的 都是比如说12-912-9 它的顺序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这个组之间的排序也没关系 那么这一组排在前面和这一组排在后面 其实都没有影响 所以说的话 我们就假设我们知道最右解之后 它的顺序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从一个阶层问题 就是permutation的问题 就是降低到这个combination的问题 那么时间发达度的话 从n的阶层降低到2的n次方 那么这个的话 和我们去解决tsp这样是相同的 那么类似的问题的话 我就把它列出来 有一些943 980 996 1125等等 那么时间发达度的话 都是2的n次方乘上至on或者on平方 或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把阶层降低到2的n次方 那么同样还是时间发达度非常高 但是我们可以解决大于10 或者可以做到15 16 这样一个规模 最好的话有可能是做到20左右 所以说有了这样一个 就是转换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义我们这一个 这个dparray 或者定义我们状态 那么状态的话需要是二维 一个是mask 就是定义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集合 到底是哪些数被选中了 选中之后它的顺序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有一个mask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集合 另外的话我要记录一下最后一个数什么 这和tsp是一样的 因为最后一个数会影响我下一步决策 我下一个数取什么的话 然后它的差值是和上一个数有关 所以说我需要记录上一个数什么 最后一个数什么 那么我们就状态是二维的 一个mask一个i 就是min cost to distribute numbers 这些numbers的话是由mask来表示 那么二键之数mask 那么是0的话就是没有选中 1的话就是选中了 然后最后一个数 最后一个数的话是i 那么i的话必须是被mask选中 这样我们规定这样一个状态 mask i 那么我们初始化一下的话 那么dp初始化的话 就是1左1i位 就是di位为1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表示说di一个数被选中了 那么最后一个数 那么当然也是i了 那么这个cost的话就是0 如果说我的集合只有一个元素 或者说我开始bill了一个集合 只有一个元素的时候 那么它的最大的减最小值 就是它自己减自己 那么就是0 所以说这个创建一个组 就一个元素的话 它的cost是0 然后转移转移的话 就是说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因为它这边分组 如果说我产生一个新的组 比如说我之前已经有三个组了 那么我新添加一个元素13 这个时候我创建了一个新的组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cost 其实并没有额外增加 或者说你可以看成它增加了 那么它增加的话就是13-13.0 增加了0也可以 那么所以说我新建一个group的时候的话 我的cost就是dpmask i 和它相同 那么我的新的状态的话 比如说我去选中了j这个元素 dj一个元素的话 那么它的状态就是mask 或上一左一结位 也就是说mask的dj位置为1 要求mask本身dj位是0 然后最后一个选中的数就是j 所以说mask1或上一左一 j位 j这个状态 它的cost和maski的cost是一样的 假设这个是j的话 我们选中的j的话 是新的一个组的第一个元素 比如说之前的话是1234 我新加一个元素5 这个时候它的cost和134的cost是一样的 那么134的cost的话是3 那么新加一个5的话 它的cost也是3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新建一个组 而是说在当前的组 我添加一个新的元素进去 这个时候我去extended current group的话 我的cost是原来的cost加上 numbersj减去numbersi numbersj减去numbersi 我新添加一个元素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要求新添加的元素 是比原来元素要大 因为它是个集合 它的顺序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可以要求 这个数字是单调递增的 当然递增 而且是严格的单调递增 因为它不允许重复的元素 所以说我们的cost的话 就在原来的cost基础上 加上numbersj减去numbersi 那么之前的cost的话是12345 那么5的话是新的元素 这一个第一个元素 那么它的cost的话 其实就是1234的cost 那么这个cost的话是3 如果说我新加一个8之后的话 这个集合的就有两个元素了 那么它的cost的话是8减去 上一次选中的元素5 8减5等于3 那么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加等于3 应该是3加3等于6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状态转移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其实就是把你当前的数减去 减去上一个元素 那么在tsp问题中的话 那么它的cost的话 就是i到j这条边的cost 其实就是distancei到j 那么最后答案存储在dp1 所以n位减1 也就是说mask全部是1 表示说所有的数都选中了 那么最后选中哪个数的话 其实并没有影响 所以说我们在 并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在所有可能的解里面 去找一个最优解 就是说所有的元素都选中了 不管你最后一个数是哪个数 那么我们去取一个最优解 就是me 就是我们答案 那么可能有同学在问了 因为他要求你 他定义了一个组的 incompatibility的话 是定义成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但为什么我们每次 我们并没有去记录最小值 我们只记录了倒数第二 就是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每次新加一个元素 那么为什么这个numbersj减去 numbersi的话 反而可以给我们算出 整个group的最大值减最小值 那么这边其实又发现和前面是一样的 又出现了抵消项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这个group 是单调递增的 当然递增 那么假设是5 8 12 19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以每次去extend的一个元素的时候 就是用当前元素减去最后一个元素 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5 8 12 19 这个过程的话是8减5 加上12减8 加上19减12 你会发现这些项全部可以抵消掉 那么最下最后的话 剩下来的话就是最后一项 就是最大值减去第一项 也就是最小值 就是19减5 就是等于14 所以说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capture了整个 最大值减最小值的这样一个 最后答案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过程稍微一些不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状态转移 就最后最后的解决得到了 那么时间分达度的话 是我们这个 那么对于我们要去每局每个mask 每个mask 所以说是2的n次方 然后我们要去每局一个peer ij 就是最后一个数上一个数是什么 然后这个数是什么 所以说它每局这个peer的话是n平方 n平方 那么总的时间分达度的话 是2的n次方乘上n平方 空间分达度应该是2的n次方乘n 这边应该还要记录最后一个数 最后一个数 2的n次方乘n 那么时间分达度的话 是2的n次方的n平方 多乘上一个n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大脑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 大概也就二多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个numbers的数量拿出来是n 然后我们去算出每组的size 就是n除1k 这边告诉你是一定是你能够整除的 那么C++里面之前说过 这个vector比较慢 虽然vector也可以通过 那么vector比较慢 所以我这边就换成了数组 那么数组的话size是 就是hardcode的了 是1左于16 因为n最多到16 然后16个元素 所以说1左于16 就是2的16次方 6536 然后乘上16 那么初始化的话 我们把dprray初始化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值 这个7f 它其实是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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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字节都填充7f 这个数的话大概是23亿多 也就是大于10.9次方 大于10.9次方 我们就填充一个7f的话 就是表示一个无穷大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把dpr数组初始化一下 那么1左1 I位 就是dI位选中了 dI个数选中了 那么它最后一个数选中 I的它的cost的话是0 它的cost是0 然后的话我们就每举mask mask的话是从0 一直到2的n次方 1左1n位 然后我们就每举 最后一个数和新的一个数 那么I的话是最后一个数 I从0到n 每举一下 如果说I没有被选中的话 就continue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去每举j 就是我这个新的元素 新的元素 那么如果说s选中了j的话 也continue 就是这样的话 我就表示 I已经选中了 j没有选中 那么对这样一个pair的话 我们进行操作 那么我们先把新的状态 先算出来 什么是s或上1左1结位 也就是说把s的d结位设为1 它置为1 那么这边的话 我用CIR那只函数 Building in PopCount 那么这可以算出 s中一共有多少位被set了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mask中 它的元素的个数是多少 那么如果说它正好是c的倍数的时候 那么表示说我这个时候 I的话是上一组的最后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我j的话是开始是创建一个新的组 所以说我的cost 跟之前说的 那么dptj就是dpsi 它的状态的话 就是和s的cost是一样的 没有额外的cost 那么否则的话 它不等于0 表示说我现在是append的 这个新加元素 那么之前我们说 我们可以要求它是单调递增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numbersj不等于numbersi 你可以用它们两个相差的绝对值 作为它的这一个额外的cost 这边我们要求如果j大于i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用j减i 这个数一定是正数 正数 大于0的正数 那么dptj的话 就是在所有可能dptj中取一个最小值 然后是这个状态的话是si 就是当前这个组已经选中一部分元素了 最后一个元素是i 那么我新加一个元素j 那么它的cost的话 是再加上numbersj减去numbersi 其实就是这两个转移 就比较简单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dpt最后一个元素 就是1左1n位-1 就是2的n次方-1 就是mask都是1的这样一个状态中 取一个最小值 如果最小值大于 之前说了大于一个事无穷带的话 就是没有求解过的话 那么返回复1 比较说无解 否则的话我们就返回answer 那么这道题的话相对来说 如果你做过tsp类似题的话 你会觉得并不是特别难 我觉得唯一的难点的话 就是说这步是怎么想到的 就是怎么只去 就是不去记录 当前这个组的最大值最小值 只是记录我最后一个元素 并且就是说你会发现 它可以抵消这一步的思考过程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 是整个题目中最难的一部分 那么很明显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combination 就是permutation肯定是可以做的 但是会超时 那么怎么去把它降到 这个combination 其实是给你提示了 因为到16 16的话你必须使用2的n次方 你n阶层的话 肯定是超时的 那这就是这样的题目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别忘了点赞转发屏幕和别关注 如果想讲的题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里面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就这样 我是花 拜拜